她出身名将之家,曾是港英时期第一位华人女性高官,她历经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却从香港良心沦落成了狼子野心,如今,冒跌之年,她为自己迎来了港英余孽或港四人帮成员的污名,其底或港四人帮教母陈芳安生,今夜到底何以让名为安生的她,活成了如今的笑话,以使魏靖可以知心替,以人魏靖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老海说史。 将门之后,步入政坛,方家真正发迹是从陈芳安生的祖父方振武开始的。 方振武出生于安徽省凤阳府,年轻时因为得罪了乡里大户,被迫背井离乡,进入了清政府创立的安庆五辈炼军学堂,就此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从清末的新军到国民革命军,再到抗日同盟军。 方振武从一名小小陆军军官,一路坐到了吉鸿昌的查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前邸总司令监总指挥,虽然在抗日的路上几经险阻,却始终将国家存亡放在心上。 是当时著名的抗日名将,到了陈芳安生父亲方兴告这代,则彻底脱离了将门后代的习气,转行当了纺织商人。 其母方兆林更是国画名家,家族后代也自此全部读书习文,出名的不是医生,便是律师。 1948年,一直生活在上海的陈芳安生,跟着父母定居香港,由于其家庭一直信奉天主教,出到香港的陈芳安生并没有什么不适应, 而是顺利地在港英殖民治下,完成了全部学业。 1962年,对陈芳安生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他不仅与丈夫陈蒂荣洗劫良缘,步入婚姻殿堂,还如愿加入了香港政府,成为港府历史上三位女性政务主任之一,从这就可以看出。 在港英时代,华人想进入政府,取得个一官半职,有多么困难? 更遑论是女性,可以想象,这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而言,是多么大的殊荣。 想必,彼时的陈芳安生,也为自己顺利成为公务员,感到自豪吧? 就这样,陈芳安生在渔农处、工商署、辅政司署等一系列港英基层单位历练了一遍。 直到工作八年后的1970年,他荣升为助理财务司,彻底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两手策略,登顶巅峰。 此后的十二年中,陈芳安生的仕途都走得顺风顺水。 他从小小的助理职位向司长职务迈进,截止到1979年底,他担任了社会福利署副署长,这才开始发出了他的第一个政治主张,争取男女公务员同心同愁平等待遇。 与中国内地50年代喊出的妇女能比半边天晚来了20多年的主张。 虽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却还是为陈芳安生争取到了一些政治资本,他藉由这一主张成立了一个以高级女性公务员组成的政府官员协会,并担任该协会的首任主席,还在男女同工同酬意见提出的五年后,顺利被着升为社会福利署的署长。 这也让他成为香港开部以来的第一个女性署长,也就在他担任福利署署长期间,陈芳安生以港府代表之资来到了北京,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尽管在随后的工作中。 陈芳安生为了凸显社署工作职能,月权处理了郭亚女事件,引来了相关单位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但是在时任总督尤德绝世的力挺之下,陈芳安生不仅安然无恙地继续担任署长, 还在1987年被港英政府送进了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学习深造,如今回头再看这些经历似乎不难理解,陈芳安生何以会为港英政府卖命,他获得了高官厚禄,闹出大事后还有总督撑腰,且支持其前往殖民国学习,这对于一直被创造首位历史记录的陈芳安生,当然是难得奖励和殊荣,就想着用一生去回报的恩情。 当然,从这以后,陈芳安生像打通了任多二脉一般,再次刷新香港历史记录,担任了香港首位经济司女性华人司级官员,总览了香港地区一众基础建设工程。 1993年,在末位港督彭定康的赏识下,陈芳安生一步登顶,直接被任命为港督之下的香港二把手,布正司。 这一次,香港开部以来,首位华人布正司,唯一女性布正司也落到了陈芳安生的头上,带着这么多的历史记录,陈芳安生做起事来自然更加卖力。 事实上,早在担任布正司司长前,陈芳安生就为他的晋升做足了准备,他先是在92年行政局兴建九号货柜码头的事情上做起了文章,为了让英姿获取更多的利益,直接放弃了公开招标。 此举虽引起中方不满,却向投名状,让陈芳安生进一步得到了港英政府的青睐。 转年,港府就升任他为公务员事务司,期间,他铁腕手段处理了港,九公务员工会就追加公务员薪酬事件,此时深受前任布正司获得绝世的赞扬,认为陈芳安生做事雷厉风行。 出手果断是布正司的最佳人选,这才让陈芳安生从四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 不过,由于正处于香港回归的过渡时期,陈芳安生自然不能不管不顾,所以,在升官之后,他采取了两手策略,一面处理港府事务,一面秘密访问北京,在香港主权移交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 当时,外界传闻,英国女皇一直想授予陈芳安生绝世头衔,却被他给拒绝了,不少深谙政坛的高手都说,这是陈芳安生想要在香港回归后更进一步的表态,而他在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身着一身大红色套装,站在两排政府高官中间的历史画面,更被视为他在香港政府中握手大拳的具象化表现。 权欲熏心,沦为走狗,事实证明,陈芳安生的确打了一手好算盘,作为在香港政坛工作三十多年的老资格,特区政府想要顺利运转,确实离不开他这样的重要人士。 因此,董建华担任特区首任特首后,就把陈芳安生推上了郑务司司长的位置,然而,不久之后,董建华就为他的这个提名付出了代价,上任之后,陈芳安生和董建华在很多事情上都存在着巨大的 政治分歧,甚至被外界称之为两个司令部,不仅如此,在香港的治理方面,陈芳安生更成为港英政府在特区政府中安插的重要领袖人物,简言之,就是拿着特区政府的工资执行着港英政府的方针,比如,在教育改革方面,陈芳安生就是董建华面前的最大绊脚石。 现在,我们常说,一国两制的首要基础是建立在认同一个国家,在实行两种现行制度,其区别在于做事的方式方法不同,其本质应该一致,可是,回归之初,以陈芳安生为代表的香港高官,却将两制放在前面,丝毫不理会一国的意义。 因此,当董建华积极推行香港实行母语教学改革时,遭到了陈芳安生的极力反对,以自身影响力保留了香港一百所中学英文教学的资格,仿佛英国才是他的母国,说中文,就是外来文化入侵一般,其次。 在担任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港方代表期间,陈芳安生对于广东与香港经济融合,兴建越境大桥仪式上也持保留态度,竭力组织内地与香港的来往交流。 如果说,这两件事情还勉强算是特区政府与内地政府的制度不同造成的旗舰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两件事,则完全表明了陈芳安生人在曹颖。 心在汉的心境,一件事1999年中华旅行社总经理郑安国公开透过香港电台发表两国论,此事引发了不少爱港爱国人士的批评,认为香港电台没有捍卫一个中国原则。 可是,身居高位的陈芳安生却对此视若无睹,坚决站到了香港电台的一边,另一件则是发生于2000年4月的圆明园国宝拍卖事件。 众所周知,圆明园的国宝都是当年被列强抢取豪夺的珍贵文物,是不能够拿出来捣售贩卖的东西。 可是,陈芳安生却用这只是合法的商业活动为此事背书,将捣卖国家文物视为普通买卖。 可见,他根本就没有将国家财产放在心上,从回归之初高调地想更进一步,到回归后,与中央政府公然唱反调, 让陈芳安生发生如此转变的竟然是特首一职,2008年10月在接受新闻采访时,有媒体重提旧事, 问他当年拒绝英女皇的头衔是否是为了进一步升职,陈芳安生回答, 他从来没有幻想过中国政府让一个不信任的人当特首。 换言之,陈芳安生对特首是有过想法的,只是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北京认可, 这才破罐子破摔,而他这一摔就想摔得高一点,声音大一点。 打消特首念头后,陈芳安生积极联络海外关系网, 先是重新接受了英女皇颁发的大狮子勋章, 后又在各大西方媒体上发布抹黑中央的文章。 此外,从2005年开始,陈芳安生就积极参与香港普选大游行, 以此要挟港府和中央,一旦不答应迎合, 就搬出西方民主自由的神主牌,全然忘了。 当年港英政府是如何排斥华人和华人女性公务员的。 为了争取更大的政治资本,陈芳安生开始四处联络西方国家, 不是跟英国的领事人员见面,就是跟德国安全部门会谈, 更在2014年前往美国白宫,希望争取美国人的支持, 扰乱香港的行政秩序。 2019年反送中事件的尘埃落定, 陈芳安生的报应也随之而来,家破人亡,不得安生。 2013年11月,陈芳安生的弟弟方顺生在自己的寓所跳楼自杀, 虽是同胞兄妹拥有英国国籍的方顺生, 在政见方面一直与姐姐陈芳安生不和, 这位大学毕业后就在美国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及时传议员的知识分子增, 公开撰文称。 香港想要普选,行政长官就必须爱国, 而那个乱港四人帮的称号也是方顺生先生, 赐予其姐和黎智英等人的。 此事发生不久, 陈芳安生的女儿陈慧玲也传出了猝死的新闻。 2024年,据控方描述, 所谓的崇光团队在黎智英指示下积极开拓国际线, 而陈芳安生和李助铭被指为该团队大陆拓展美英网络, 以至在案中多次出现陈芳安生、李助铭的身影。 2024年1月19日, 陈芳安生、李助铭赶在公安法对他们实施前吓得闭上了嘴。 老实了一段时间, 在黎智英案中极少再出现, 到头来, 作为港英余孽辛勤工作了50多年的陈芳安生, 什么都没唠叨, 只为自己迎来了跟汪精卫一样的历史评价。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见!